鐵道族他對這個很感興趣 大家了解說證明他這個是81年蓋好的 然後這個這個在那個這個前線以前以前叫做日據時代叫玉場線 玉場線就是在1901年台北淡水線蓋好之後 他為日本人為了要發展北投地區的的溫泉及觀光事業 在1916年1916年蓋了這一場線一場之線 這也是就一個站就是從北投站到到這個新北投站 他的名字當時叫做新北投沉降場 他起名到新北投沉降場之後這個溫泉區 他的溫泉區就名字就定為新北投 了解我意思 北投為什麼有一個新北投跟那個現在舊的北投車站那邊 那現在就叫舊北投 因為日本人建這個新北投沉降場之後 他這個地方就叫做新北投 大家了解我意思 另外的話 他蓋了這個新北投沉降場的時候 他的沉降場的車站是什麼樣子 就是像我們後面那個車站 我們就站在這邊 我就介紹一下 我還是過去一下 因為這個也速遮住 好